天为浅 地为空 地为仓景空 好了 这个不扯 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这个来自于坑国帝王 给大家会表演的这么一个 西游是恶传的 唐僧版 刚才你们看到 好像只有四个人物的样子 小龙女跑哪去都不知道了 小龙女可能是钓到那个坛底下去了 然后拿蜂蜜和鱼 然后治自己的病呢 我不太清楚啊 待会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咱们选择的是这个龙马 龙马精神 对吧 你看 紫属丑牛 银虎某兔 陈龙四蛇 吴马喂羊 小的时候我就说 有一个演员叫吴马 他为什么要喂羊 吴马为什么要喂羊 好 可以看到 乾坤十连斩 两个原神出窍 两个原神出窍 加一个乾坤十连斩给秒了 这也太狠了 咱们这个打的是速通 所以说你懂的 跳过来 唐僧厉害吗 我不知道 我没见识过 西游是西游是恶传2 据说是有唐僧 但2现在呢 都是这个啊 就是这个阶级圈啊 我认识一个专门做hacker的 我知道啊 这个阶级圈里面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 就是你破解可以 但是呢 根据版权问题呢 你必须点 你破解了之后 三年之后你才能发布 对吧 这个就没有人管你 想当年当初的这个神剑伏魔路也是啊 也是这么一个设定 那么现在这个西游是恶传2和三国战地3 呃就到现在为止啊 都没有说非常良好的这个模拟 所以说这个有问题 好的顿入幻境 咱们这是木刻土啊 木刻土 咱们是刻这个金脚大王的 所以说就木刻土 对吧 金刻木 木刻土 土刻水 水刻火 火刻我 火刻金 好的 这个速通玩起来是真的爽啊 咱们玩这个难度是超级难的 不是大家伙想象中的这个简单难度啊 这是超级难的 呃 所以说 但是呢 咱们由于这个super啊 super吧 类super的版本呢 是比较 呃 比较变态 呃 说白了啊 这个不会玩觉得很难 会玩的时候啊 觉得还好啊 是这么一个设定 好了看看 现在 呃 两个金脚银脚 哎 你看他俩挺有意思啊 他俩一个人投行前面是一个桌 一个人投行是两边 这个两个小娃娃 很难受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事给太少老君气坏了 西游记里面太少老君 对吧 他阻挠这个西行 是吧 派出了自己很多的这个这个裙带关系的人 比如说自己的烧炉童子金脚银脚 这两个人啊 多牛逼羊 对吧 不仅法术高强 而且这个啊 而且还有神级宝物 就这么牛逼的两个两个手下 居然打不过孙悟空 你说多丢人啊 后来这个太少老君 你看包括像什么啊 对吧 包括像什么那个铁山公主啊 是吧 也被搞了 胡海尔也被搞了 好 最后呢 实在不行了 派出自己的第一打手啊 传说中 这个司机兼保镖 传说中的青牛精 拿着一个金刚拙 激个愣动 然后就给送送空等一行人士 全部灭了 找谁都不好使 所以说 很多人问啊 说小狼 呃 如果你问我 你如果你们问小狼 说西游记里面 到底哪个妖精是最厉害的呀 我想说 哪个妖精是最厉害的呀 这个 说句实在话啊 如果是不算法宝的话 不算法宝的话 哪个妖精最厉害啊 我觉得应该是九零 九头 九头狮子啊 九零元胜 啊 然后呢 有人说 哎呀 那个 那个 那个船船中的那个金狮大鹏鸟 厉不厉害呀 呃 我个人觉得吧 这个没有这个九零元胜厉害 他确实是厉害 但是呢 论这个 论这个风印 法术论这个攻击力 我觉得还得是人家这个九零元胜 但是呢 如果要论这个速度的话啊 大伙天下武功 对吧 无坚不摧 唯快不破啊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呢 那金狮大鹏鸟 这样牛逼 但是有人说 如果算上法宝的话 哪个妖精牛逼呢 这个要算上法宝的话啊 要说战绩最好的人 那就点是青牛精 那是真的牛逼啊 对吧 那个比那个 比那个什么 比那个叫什么来着 还还屌 比那个黄梅 黄梅童子 就是那个黄梅老佛 比他还屌 就弥勒佛 就东来佛祖 手底下那个啊 比他那个道具要屌 就是一个金刚拙啊 应该算是 西游社传里面 几个几大宝物啊 应该就是 全是太上老君的猛 呃 除了这个复活系列的啊 比如说这个复活系列的是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呢 连这个人参果树都能复活 然后这个论攻击力 最强的是什么呢 就是对吧 就是九屎钉耙啊 对吧 太上老君的 对吧 这个这个厉害 然后论这个对吧 封印法术最牛逼的 你看这个金刚拙 对吧 很多人说 那你说还有其他的吗 当然有了 太上老君的 那你说啊 各种葫芦 你算吧 各种葫芦 各种瓶子 各种仇袋 加各种灵 加各种扇子 这全是太上老君的 太上老君别的没有啊 这个绝对是西游记第一这个第一这个锻造大师啊 这个太上老君在这个地下城游戏里面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他应该 他名字应该叫凯莉 他应该叫 他名字应该叫凯莉 太牛逼了 好了 看看 这个 咱们的坑获帝王啊 打的是速通玩法 所以说 为了秀而秀啊 因为速通玩法 大家伙都了解啊 这个必须要快 你不快不行 对吧 然后 其实你们 你们说啊 论法术的话呢 其实是这个 你像这个 你像法术的谁牛逼啊 就是这个 谁呢 就是这个 呃 就是这个 咱们这个 呃 盗派的啊 这个说白了啊 这个 盗是啊 盗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这个 一气化三清 里面有这个 对吧 有这个太上老君 还有就是原始天尊 原始天尊 他的这个徒弟 啥的都 都牛逼啊 不用道具 啊 就是也 就是也用啊 也用 但是不用道具 照样牛逼 这个观音菩萨呢 就他就厉害了 观音菩萨呢 特别喜欢收小弟 啊 喜欢这个 搞群带关系 在COG里面描写 啊 而且还愿意搞研究 他那个 那个 对吧 他那个小瓶里面啊 这个复活树非常厉害 对吧 他跟这个太上老君打赌 说能不能复活 这个人参果树 最后给复活了 这个人参果树 多牛逼啊 啊 这么跟你说吧 人参果树 闻一闻就能活300多岁 啊 这个事儿 大家伙能理解吗 闻一闻就能活300多岁 什么玩意啊 太狠了啊 吃一下能活47000岁 47000岁 兄弟 啊 你不要搞我 好不好 那你吃那盘桃 那你吃那盘桃 是吧 9000年一揭花开花结果的 你这老都知道啊 但人参果树收成太少啊 一棵果树收不及个 但是呢 就那个B2 他也是给唐僧拿了两个吃 啊 真的 正常给一个就醒了 呗 拿两个吃 一点都不抠啊 这个地仙之祖是有点东西的 天地人神鬼 对吧 这个地仙之祖 就是志愿大仙 其实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地仙啊 地仙就是地上的神仙 不是啊 地仙是什么呢 就是 他是神仙 但是呢 他没有官职 天仙就是有官职的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的 我们看看 这个到了大水怪 这个环节 大水怪是一般都是菜鸟噩梦啊 一般菜鸟都不会打大水怪的 观音菩萨 你们看他有多少关系啊 比如说他有一个金鱼精 然后他收红海尔 他要收这个黑熊精 黑熊精跟宋悟空 说句实在话 黑熊精跟宋悟空 你们觉得他俩本事差不多吗 我倒觉得 黑熊精比宋悟空 这个要厉害一点点 黑熊精呢 他就是太怂了 知道吧 他就是太怂了 否则啊 我感觉他比宋悟空厉害 宋悟空人有神器 人家还有使命 是吧 这个黑熊精跟宋悟空 打个平手 再就是你看 再就是啥呢 观音庙 观音庙里面有那个金池长老 那个金池长老 那么贪心 那么自私 那么想要 对吧 对吧 这个对吧 想要独为 这个这个 把别人的袈裟 留给自己用 他还活了三百七十多岁呢 对吧 你想想 这金池长老 也不是啥好人 这个观音庙 你看 还有就是你像那个 那个金鱼精 金鱼精叫灵感大王 这个灵感大王 还吃童男童女 吃小孩 你们看原著里面 这个观音大事 连头也 对吧 头也不洗 牙也不刷 对吧 连早上的微博都没有刷 手机都没有看 直接就 直接跟宋悟空 就直接打车走了 打了个滴滴就走了 然后呢 拿了个竹篮子 一顿喊 喊了七遍 结果里面的所有的生物 全死了 你想想 这个事 你们 如果说你们看那个 动画 你们看那个电视剧 可能就没啥 你要看原著的话 这段挺 挺 挺深 当然这个大水怪 就是 就灯喝的 没有这个东西 不过大水怪呢 只要你会打 你会发现就跟玩一样 你看 是不是跟玩一样 他怎么加气速度那么快 咱们第一是唐僧板 第二呢 不是加气速度快 咱们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包 你吃完那个包的话 你就可以瞬间把当前的气加满 还有就是红点啊 你把红点吃了也可以加满的啊 观音手下美好人还贪污景 这个孤咒是吗 有这个金孤咒 有景孤咒 还有近孤咒 金锦近 这个最厉害的是给红海尔用了 说白了 就是把红海尔当作人质 至于这个谁的人质 你们就自己寻思去吧 对吧 这个战国春秋时期 对吧 一些国家互相之间 为了互相牵制 都是把自己的儿子 对吧 送到这个 送到别的国家去 虽然说有大多数人啊 这个也有 对吧 也有这个受苦的 也有这个不受苦的 这个 比如说这个秦王 当时对吧 小的时候 他妈 他妈那个 不是说不是他小的时候啊 是是他妈 对吧 这个 好的 咱们先不扯这个事儿啊 一会儿就扯到这个 要淫荡的地方去了 我觉得感觉怪怪的 好 咱们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定 好 有点难度 看不看见啊 然后 这个黑熊精 有能力吧 对吧 给他带了一个 这个 这个 金骨咒 金锦近 这是三个骨咒 这个 进骨咒啊 这个就非常厉害了啊 进骨咒 五个圈 对吧 这个五个圈 就是给 给 给红二开了个奥运会啊 五个圈 这个很厉害啊 落矮 落矮 太狠了 哈哈哈 别扯了啊 然后呢 其实咱们就说这个意思啊 所以说到这里面 每次我说到这个 很多人问厉害 这个说小狼 那你为什么说这个90元胜厉害啊 你听这个名字啊 90元胜 90元胜是啥意思啊 一般来讲呢 很多人都是什么 叫什么胜 比如说颂空 自称为 齐天大胜 但是呢 后来呢 咱天庭啊 是确实承认他这个东西 虽然说人家也知道 就是个虚名 但是呢 人家颂空 确实也是打出了一片天 人家凭借这个机会 机遇 做了五百年 这个有期徒刑 人家就得到这个称号 人家确实是 富有啊 对吧 人家是有这个圣的称号 对吧 而这个你像这个平天大圣 这个平天大圣谁啊 牛魔王 牛魔王他敢叫平天大圣吗 他只能叫牛魔王 他不敢叫平天大圣的 对吧 叫了他更死 死了早就死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90元胜 说白了是朝廷就给他封的啊 这个就厉害 你别看他是太乙救古天尊的作技 但是人家也 人家 人家从一个司机 已经对吧 从当年的一根筋 已经变成两头堵了 对吧 这个就很厉害啊 然后这个90元胜呢 怎么说呢 他就基本上在整个西游记里面呢 就没有发挥太强的实力 就把这个宋悟空 就他想 他想玩宋悟空 就跟玩一样 就是 对吧 他跟自己的那个孙子 对吧 小这个小孙子说 这个黄石精说 说你哎 你不要去招惹他 你知道他有多厉害 我跟你们讲啊 一个人要是谦虚啊 就会非常厉害 你要说谦虚的话 这个人谦虚 一般啊 都是 对吧 就是低调的 低调就是牛逼的炫耀 一般都是哎呀 我不行 说你惹谁不好 你惹那只猴子 你惹他干什么 对不对 对吧 你知道当年人家怎么怎么 其实90元胜说了 说你 你来十个 我都干你 小样啊 但是说这个意思 你包括像那个 金氏大鹏鸟 也是低调 人家对吧 建立这个 施陀国 然后跟这个 施大象 也是文书普贤 普泽两个作季呢 合伙一起找孙子 他最开始为啥要找合伙呢 他还怕自己打不过呢 他最开始还怕 他怕自己打不过孙子 这个事 这是真事 对吧 他还怕打不过 然后呢 这个他就先 他还先认怂呢 你知道吗 他先看看自己的大哥 跟二哥 所谓的大哥 二哥嘛 对吧 能不能打过他 后来试试证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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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啊 大闹天宫 啊 这个 一口气 吓跑的十万天兵 结果啥也不是让宋悟空玩的不行了 啊 这个白象方便面也是篮子啊 不行 后来发现啊 还是我还是我动手吧 发现宋悟空 宋悟空篮子啊 打不过他啊 这个 所以说也低调啊 越是那种自认为自己牛逼的那种啊 他就越呆了 你知道吗 你包括你像这个 你像猪八戒也低调 猪八戒最开始 是吧 也是说 哎呦 这个 这个 对吧 你看电视剧里面演的特别好 电视剧里面演的有意思啊 这个猪八戒呢 在天庭里面的 猪八戒当时牛逼的有身份呢 对吧 他看见这个宋悟空了 他就宋悟空个毕马温 个懒弦子 是不是 就要跟他打 啊 宋悟空 对吧 顶撞他 说句实话 就职位来讲 谁呢 对吧 天鹏元帅 十万水军的第一领导人 对吧 你想想 这是什么干部 对吧 这这这 说白了 这现在 哥现在来讲 这是军长 对不对 这集团军军长 你军干这吧 后来发现 这个 根本就没法打 打不了 这个 就就 哎 还还还 还认怂 你看那个 好的要死 卧槽 好 赶紧走 所以说他认怂 后来你看那个 在高老庄 哎 高老庄最有意思的是啥呢 对吧 这个宋悟空变成这个 他变成这个 这个小高 跟他说 说你看那个 找的是当年 那个大道天宫的 七天大圣来抓你 然后 然后当时那个 刷戒 当时就一话 真小 直接就走了 直接就走了 再见了 我再走了 好了 可以看到 现在 刚才乾坤十连斩 乾坤十连斩 是咱们龙马 是这个 木克土 好了 可以看到 这 在幻境里面 长气速度快的一批 一顿下上 啊 蒙面 摳鼻女侠 啊 好 我们看看 这个 补了点血 差点 差点被秒 有点难受啊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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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蒙 蒙古国海军司令 那也太侮辱这个猪八戒了啊 猪八戒啊 说句实在话啊 这个 很多人问猪八戒 到底有没有本事啊 其实 其实有很多这个专门研究西游记的啊 就根据作者的意愿来表明啊 说这个猪八戒呢 故意隐藏实力 啊 有没有这个说法呢 有 事实证明隐藏了吗 隐藏了 但是他真正能不能打过孙悟空呢 事实上告诉你 他 打不过 啊 这个确实是 但是呢 他是隐藏了 他没有那么弱 他 他 就是 他怎么回事呢 就是他有很多地方嘛 啊 很多人说猪八戒要抢这个军功啊 想要打死妖怪 什么各种去抢 抢军功 其实呢 你会发现啊 但凡碰一些大的 他不上手 他有自己的 他取行有他自己的目的 知道吧 好的 赶紧吸血 这个木刻图啊 兄弟们啊 是很厉害 其实你如果说你问我 西游记最厉害的妖怪是谁 如果综合来算的话 那就宋悟空最厉害呗 宋悟空最 对吧 宋悟空 对吧 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小小逼崽子 对吧 直接变成了一方大王 大闹天宫啊 那么大的一个事 一个造反罪 最后只被判了500年有期徒刑 对吧 一出狱啊 直接被封为这一出狱啊 没过几没过十几年 十几年 直接被封为这个 对吧 佛教的这个 对吧 这个 这个 这个有限公司啊 传说中的这个 释迦摩尼有限公司 直接封为荣誉董事 怎么说啊 对吧 你看那董事会议开会的时候 对吧 第一个位置坐的是谁 第一个位置坐的是谁 对吧 如来佛祖 如来 如来佛祖背后有一张相片 那个相片画的是谁 对吧 佛教一代木 人能古佛 对吧 二号位那边 对吧 常务理事是谁 对吧 东来佛祖 这边依次排好 有各种各样的佛 对吧 对吧 其中就有斗战圣佛 功德 什么詹谈功德佛 什么 莲花光游戏神通佛 对吧 你看这个 这是做好的啊 英雄排好作次 这就很厉害啊 他都说小狼 你说的那个什么詹谈功德佛 我知道 这唐僧吧 对吧 你说斗战圣佛我也知道 对吧 孙悟空吧 对吧 人能古佛 什么 这我都知道 那个莲花光游戏神通佛 是干啥的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是真的有这个 你们可以百度搜一下啊 是真的有 你看他这个名起了 莲花光游戏神通佛 我怀疑他一直是 为啥呢 这个事我不知道怎么起这个名啊 你们你们你们可以翻译一下 我不知道以为莲莲莲花香吃碎钩子的啊 叫赵铁柱 你不你不找他爹吗 我就是他爹啊 你是哪的 我也是莲花香呢 我叫小蠢羊 我叫鸭蛋 好就是有没有谁能研究一下 其实我一直没研究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佛这个东西啊 因为佛教啊 在这个东南亚是比较盛行的 在印度呢 都是锤子啊 在印度比较锤 结果呢 在这个尤其是你像日本啊 日本的国教是哪 就是佛教啊 日本国教就是佛教啊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泰国了啥的 但是你像咱中国国教 应该就是道教啊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很多人佛教比较火呀 不得不承认啊 这佛教在近几十年啊 包括这个统治者阶级 他确实比较认同这个佛教 这个这种这种理念啊 方便于统治 土木庄 专门管带恋的佛 是吗 真的叫莲花光 游戏神通佛 佛的级别高于罗汉 这句话呢 我跟你讲啊 在级别上不用多说了 嗯 我跟你大伙讲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事 比如说啊 我这么跟你们解释 你就明白了 比如说 你们知道这个人民的名义 人民的名义里面 侯勇老师演了一个角色 叫赵德汉 他虽然说是一个小官 他虽然说只是一个处长 对吧啊 对吧 他虽然说是一个小官啊 但是 他能让人家副省长 在外面等了好长时间 这个不是 不是不是 副省长 副市长啊 副市长 对不对 他能让人家这个吧 对吧 副省长 是副省长吧 我忘记了啊 好了 一个面赶紧灭掉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啊 有的时候吧 这个职位啊 对吧 你点 你点有刀刃上 你得有用 对吧 你这个地位就高 你们知道啊 你比如说 如果观光封你一个 比如说九门梯都 只是一个九门梯都的话 他的官不大 但是九门梯都 一般来讲 都是要找什么 比如说这个啊 兼职九门梯都啥的啊 就是 反正你管的东西 有用才行 否则啊 你官职再高 没有用啊 全都是容易称号 知道吗 要说句实话的话啊 很多人说 那孙悟空在这个 后来他取完经之后 他在这个佛教的 这个地位怎么样啊 呃 说句实在话呢 咱们说啊 这个孙悟空 作为一个劳改人员啊 已经 你不不 他甭管怎么样 已经够用了 但是呢 你看那个西游记后传里面 你会发现 这孙悟空啊 这个地位啊 有话语权 知道吧 对吧 最起码是有一票否则权 你这个事就非常赖了啊 好 我们看看 孙悟空和观音谁级别高 严格艺人来讲 肯定是观音级别高啊 人家观音是啥呀 人家观音是总经理 知道吧 你 只是一个荣誉懂事 你能跟我总经理比啊 对不对 比不了的啊 定 而且呢 按照这个 其实 其实说句实在话啊 咱们西游记讲的这个 西游记讲的这个佛教啊 这个乔达摩西达多 说这个沙摩尼呢 也最开始 也无非是被盗给感化 他自己形成了一个 所谓的一个理念 然后对吧 他 他还是奉证说 比如说 他是什么呢 他是五方五老 说白了 他是五字辈的啊 他五字辈的 他是要比这个太乙 救武天尊 还要第一个级别 五方五老还有一个人物 就是观音菩萨 在天庭里面供职 观音跟如来佛祖 他们两个人是一个级别的 知道吧 你看那个 你看如果是玉皇大帝 把这个五方五老的这个 这个观音 或者说是这个如来 给找过来的话 啊 对吧 这都是要做下座的 说白了 说白了 这是你下属关系 不是说我 不是说 比如说 你像我 你看我 我们国家 是吧 你过来 你 你说白了 这个佛教呢 在这个玉皇 在这个玉帝这呢 他是有党支部的 是吧 他是有党支部的 这个 这个 你懂吧 好了 可以看到 单挑狮子 咱们讲讲故事啊 其实游戏呢 咱们大家会都聊 我讲故事的话呢 放画面吧 大家伙能听下去 我不放画面呢 很多人就走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同样都是听故事 也不知道为啥就走了 菩提道祖是什么级别 按照这个 风神榜里面讲 啊 就有意思啊 风神榜里面讲了 像这个准提和菩提 他们两个就是 在风神榜里面 他是一个级别 这个菩提老祖啊 我都没见过 我在西游记里面 就严格意义上来讲 都没有证据说出现过 因为都说菩提老祖 是所谓的这个 对吧 都是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有这个人 他也不是说 他教的总空 好多人分析是这样 这个作者啊 想表达的意思呢 很内涵 有可能啊 有一天这个 对吧 有一天这个老吴说 说真的 来来来 笔拿给你来 你们写 你们写 我写的时候 没想那么多 也许啊 但是呢 他能被称为四大明珠 能被咱们大伙 今天侃侃而谈 所以说 他肯定是有点东西 他不是让大家想象中 那么 那么面啊 准题和接引 好了 我们先不说这个事啊 这个 说妖怪的话呢 其实如果说 如果说这些妖怪 要就是 就学这些妖怪 这个为人处事啊 你们要学谁啊 你们觉得要学谁的 要学肯定是要学 这个九龄元胜的 知道吧 这个九龄元胜啊 这个一定要学的啊 这个人很很提要 但是你肯定不能学啥 你肯定不能学 这个什么 技术大朋友 你其实更不要学牛魔王 很多人说 哎呀 牛魔王很厉害啊 吃得开 关系网特别多 但是你没发现 到最后所有人 都针对他 不管是天庭的人 还是道派的人 还是佛教的人 还是取经团队 所有人都 都在找他麻烦 很多人说 是因为孙悟空 想找他麻烦 不对 对吧 孙悟空想找麻烦 有的时候孙悟空惹的人 他惹不起 对吧 无论怎么阻挠他 这个阻挠他 最后都是被人接走了 而孙悟空当时 就是要他全家 就是家破人亡 就是让你 就是 我让 对吧 让你儿子 被当人质 是不是你儿子 他先不说 反正是让你 这个所谓的儿子 先当人质 让你媳妇 这个生意 罗刹女 让你媳妇 让你媳妇 这个芭蕉扇 这个发财 这个事 也一场空 好不容易 找了个小蜜 对吧 人家小蜜家有钱 应该是 妖界首富家的女儿 这个狐狸精 对吧 然后 然后给你整死 给你整死 然后呢 把你这个 然后把你这个 把你那个弟弟 你弟弟在女儿国 不有一个肚胎拳 这个肚胎拳 也是 对吧 这个也是发财啊 大家伙知道啊 现在这个 现在你看有很多 什么福田系医院啊 这个坑坑拐骗 对吧 无痛人流 三分钟 无痛人流 今天做手术 明天就上班 什么的啊 就纯扯犊子啊 对吧 你这个当年 你有一个肚胎拳 在医学 那时候医学 你想想 你有一个这个 那不发财了 对不对 结果又被他给砸了 老惨了啊 所以说这个牛魔王啊 做人不要学牛魔啊 牛魔看起来吃的挺开 这个今天请他吃饭 明天请他干啥 而且呢 盘桃也不缺 活得也很长时间啊 这个也有钱 也势大 也有点能力 但是 就是面 就是不要学他做人 孙悟空啊 是从当年的一根筋 后来成长头 两头堵了 孙悟空到后期的 这个这个情伤 相当的高 你们都觉得 孙悟空很冲动 有的时候怎么怎么的 其实孙悟空很精明 前期啊 他只是聪明 后期这个 他已经成长起来了 已经成为一个 真正的大兽了 这个孙悟空也厉害 而且孙悟空会 会处理这个上下级关系 最开始跟唐僧处理不好 对吧 作为领导 啥也不是一点粉丝啊 要求这 要求那 对吧 他就能想出一个 真假美红王来 搞这个事情 直接把这个 唐僧暴揍一顿 让你有苦说不说 我打完你之后 你还得照样说 哎呀 还说还得 还得是悟空 对吧 这个所以说啊 这个孙悟空这厉害啊 这个唐僧版呢 我看起来跟原版差不多 我感觉就是跟原版差不多 兄弟们啊 但是咱们能不能 能不能选唐僧 我不知道 好像没有唐僧这个人物 我没看着啊 就是他在选人 画面上啊 没有 确实不一样 他在选人画面上呢 是没有小龙女 但是另外的人是有的 好的看看 最近我也是看了 那个日本的一个片 应该是12年 不是13年 我忘了啊 是不是那个 戒亚人演的 那个半则直竖嘛 好像据说 在20年的时候呢 是要有第二部上映 我一直 我就看完之后 我是一天就把这个看完了 因为他就十几 大概有了八九个 八九个小时 反正反正是很 他就把那个职场啊 就是什么银行啊 就讲得非常明白 很牛逼啊 我推荐大伙可以看一下啊 但是呢 如果看之前 你可以先看一下李狗嗨 因为李狗嗨 每一集都高能 那个就是对吧 你想报仇 还得等一等啊 什么A片 日本片就是A片啊 哄哄哄哄哄 那日本电影 都是有点重二的 都是都是浮夸 但是人在浮夸 人浮夸的看起来 没有违和感 对吧 你看那个 他演的确实有的时候 一旦一旦有太有这个啊 不一样的时候 你看起来 好像很很 很浮躁啊 很浮夸 但是事实上 看起来又没有违和感 嗨嗨嗨 啥玩意啊 这是 吸血大法 前后前 我一整都是前前后前 前后前吸血 放个血珠 可以吸同伴的血 有个小的时候 其实吸血 对于高手来说 吸血这个技能 用处不大 鱼狗嗨 遇到绿症英雄 会怎么样 鱼狗嗨 你人起的 真的是 过分啊 其实我最开始 我是先看哪个 我是先看的那个哪 我先看的 行片天下 我先看行片天下吧 他就属于 其实行片天下 属于一个爆米花片啊 喜欢看那种 香港老的那种 就是那种赌片啊 老千的片 可以喜欢看一下 那个 我看完之后呢 他有一个台词 如果是心愿接一就好了 我一看他好吧 那我看一下心愿接一的吧 我就看这个鲤狗嗨 然后我发现主角 其实是 对吧 是嫁人啊 好了 我们先不扯这个事啊 一顿拍 这个牛魔王啊 我觉得 我觉得在这里面 他拿一个大棒子 这牛魔王感觉有点像 在河边洗衣服的那种 那种妇女 拿个棒子 就给他河边 给他敲衣服 你们不觉得吗 有点像啊 我的危险妻子 是特别高能的日剧 是吗 我也可以看一看啊 但我今天又 我前两天看那个 新一样魔戒没看完 然后重新又看了一看 我发现有几集可哆了 没啥意思 然后那个黑镜啊 自从这个第三季之后 黑镜也好无聊啊 我觉得 我觉得不像以前了 第一季第二季那种 那种爽爽场面 那我现在就在等 那个九号密室的 如果九号密室再 如果再烂的话 我就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啊 好了 看看 牛魔王 牛魔王啊 虽然说他也会七十二变 但是你变的人都是囊逼啊 都是手下败将啊 兄弟 那变点牛逼的人啊 对啊 就是 李狗还说的是 要长泽雅美就好了 然后在那个 行平天下里面说 如果是新闻结义就好了 玩梗啊 这两个女的风格不一样 我最喜欢看那个 行平天下里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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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泽雅美 拿那个 就那个枪里面装的全是钱 就一按就 就吃钱 那个 就感觉 那个 那个装备啊 挺好玩的 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我爸不是银行的吗 我爸在农业银行 然后农业银行呢 他就有那个炼功卷 大会儿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什么叫练功卷啊 就那小的时候点钱 你知道吧 然后开始 点钱 那时候比谁点的快 点的准吗 所以说那个 那个跟钱一样 大小的东西 就练功卷 就给你 就给你练 小的时候 我家就有那个东西 现在找不着了啊 现在找着了 我感觉挺牛逼的 然后这个练功卷呢 当 我就说 如果把这玩意 装到那个枪里面 然后按 一开枪 然后刺出去 随帅啊 好了 我不扯了 现在马上 最后一关 待会儿呢 boss呢 是火龙 火龙完了之后呢 就是传说中的 呃 换魔了啊 这个游戏 最后一关 boss是四个boss 四个boss 一共要打这个五次 柠檬王打两次 然后火龙 然后呃 换魔和大换魔 基本上就是这个 这个火龙 这个火龙 卧槽 这是五爪的金龙 龟北海 千岩的王的龟沙滩 这是四爪啊 这是四爪龙 五爪龙 牛逼啊 这个下跳太赖了 好 这个一个下上 挑起来之后呢 然后接这个混员弓 七 八 啊 好了 雷电机 啊 这个雷电机的姿势 为什么是吸血的姿势呢 电了两下 哎呦 这个姿势太猥琐了 这个姿势有点像浮墙的后入式啊 有点像浮墙后入式的 贼贼皮啊 啊 可以看到 其实没发挥好啊 否则可以节省这个雷电机的啊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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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世英雄没有好录像 我其实说白了 有人打的是没有人存 有人在下打 你等不着啊 这个很讨厌啊 开始 优雅哥来了 我开个跑毛车啊 怎么看啊 好了 唐僧 大蝎子精 这就是唐僧啊 丢丢 难度提高了是吗 我知道啊 因为正常的话 他应该是三十多分钟就结束了啊 他现在这个应该是三十七分钟 多 哪个电影的名字叫什么 我觉得这个龙马最牛逼的是 前前手左右左右 这招啊 一个小腿 就这个前前腿 然后左右左右 这招是别人了 好了 看看 普通的这个换魔还好点 大换魔最恶心啊 咱们这个下上有追递 效果比较好 好 一顿烫 打血还是手啊 你看这个打血 根本就原人出鞘 打一下血量没那么多的 原人出鞘 然后加一个这个下上 还能再几个下上 没事了 又放一个小红豆啊 好的 直接撩死 然后正常是要卡蝎子的啊 卡蝎子的位置啊 雷电戟和施恶剑 不一样 施恶剑是瞬间打一个攻击 雷电戟是 你像打火龙的话可以打多段 延时效果比较长 看看卡没卡住 卡住了 那这就赖了啊 把蝎子给卡住了 那还玩个屁啊 对吧 召射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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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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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变小 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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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大巨人 我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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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小矮人 变大变小 是恶剑 好了 这回是蝎子刷出来了啊 一个是恶剑把小蝎打死了 盾入幻境 好 灭 灭就是一 孙悟空最狠的是 这个一个小眼神 玄冰斧 是恶剑 是恶剑 向天再见五百年 血沙 哇 好 38分 38分钟 不是38分钟 唐僧呢 哎 唐僧呢 我操给唐僧打死了 我操 这个过分了 唐僧不出来了 我这个 难受 最后也是感谢我们的坑锅帝王 给大家伙表演的西游社团案 Zero 唐僧版打的这么一个龙马的一命速通 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 唐僧版唐僧呢 可以选唐僧 但是没有选 那还玩个屁啊 不过还好 我听说还是比原版难的 这样的话呢 38分钟速通 牛逼 我们下转了 我们下转了 去的